近日怪物坛珠报道 微居日本LOS机构的手 插高人机进入文家 关注热潮 最有意思的游戏推荐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手游摸摸哒 我是小波 看过刚才的视频以后呢 大家知道怪物坛珠的这款游戏 在日本是有多蜂蜜了吧 但是呢 一向残憾的日本人民 他们不仅玩游戏 他们居然把游戏的广告 也给玩坏了呢 比如 有中国的网友呢 在看过视频以后 表示不服 说自己能比日本的网友 玩出更多的花药 好吧 那么现在对网友 你的愿望得到达成了 因为怪物坛珠将与腾讯 强强联合推出国内版 那么我们手游摸摸 当然要抢先看咯 虽然怪物坛珠是一款卡牌RPG手游 不过呢 游戏抛弃了传统卡牌游戏的 自动战斗模式 采用了小时候经常玩的 坛珠 没有错 规则呢 就是要玩家通过控制四只怪兽 Biu的一下 把怪兽弹出去撞击敌人 撞击掉自己的队友呢 还能发射出友情技能的释放 去满回合数呢 还可以释放必杀技哟 我们总共有四只怪兽 其中三只是自己的 一只是比你一等级高的土豪玩家 友情赞助的 现在呢 小波已经收集了一大波小怪物了 眼花缭乱呢 怎么办 它们呢 可以合体 首先呢 选中这只萌萌的小龙 下面是见证机具的时刻 我去 瞬间变身六块附机 你让天天炮健身房里 一公斤都捡不下来的男人们怎么想哎 小怪物有了 先别忙着出去打家呀 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手上的小怪物的不同属性自行编队 在面对不同的boss的时候呢 需要使用不同的组合队伍 所谓排兵不振就是这个意思咯 瞬间感觉自己成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了 有没有 原来卡牌游戏还可以玩得这么炫酷诶 小波对这个游戏有些得关不相看了呢 和弹珠一样 玩家按住怪物开始发射的时候也要进行一番思考 比如力度如何 角度大小 撞击之后可能推出的位置等等 果然是物理学的好 各种游戏玩得了啊 小当年小波威是称霸弹珠台的一大高手啊 你知道弹珠台的由来吗 从前有个叫雷蒙莫洛尼的人 他闲来无事 经常把一个小金属球弹来弹去 后来又将金属球发射到一些机械中碰撞弹射 于是1934年第一台投币式游戏机弹珠台诞生了 因为是受到广泛点赞 而第一款PC的弹珠台游戏应该是1996年 由美国IBM员工研发出来的DX Wall 以及其思想的人们更是创造出多种样式和主持的弹珠台游戏 好的 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游戏 游戏的扭蛋环节呢 是小波最喜欢的 想够一定的珍珠之后呢 用力拉弹珠射进龙眼 就能转出一个蛋来 真的有种在电弯城玩扭蛋机的感觉呢 等等 我竟然扭到了一个超稀有的小怪物 人生果然是公平的 总的来说呢 游戏的规则设置很不错 同时呢游戏还是玩家的心理 比如游戏卡通关之后呢 系统也要求玩家滑动平稳来获取散发出来的金币和礼品 相比大多数游戏经常只能干等过场的画面 真的是很有想法呢 那么我想说呢 这款游戏在日本蜂蜜是有原因大 因为它真的很好玩哦 特别是在 比喻物打小怪兽发射出去的那一刻 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一个爵士高手呢 是不是觉得如果这帅气的一幕 幼儿目睹该有多好 那么现在你这个愿望呢 也达到了满足 因为它可以跟你的小伙伴一起玩哦 在这个超票如粉烧炉的时代 我遇到了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不论我们分散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各自在干嘛 我们总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相聚在一起 做最有意义的事 我们一起战斗 一起吐槽 一起感受着对方的欢喜 和忧愁 嘿 我就不相信这关我就过不去了 都是你 痛不后腿 这局要再过的话就没有体力了 看我最后一击 有过这样的一夜游戏 这个周末 绝了 看完了刚才的小片以后呢 你是不是很想跟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玩这款游戏呢 偷偷告诉你哦 连机闯门模式只需要消耗一个人的体力值 所谓牺牲别人呈现自己嘛 那么能不能送到体力值呢 就看你的本事咯 粉游戏呢 已经在微信和QQ游戏专页开启了火爆的预约 还有很多豪华的预约礼包等着你哦 那么本期节目呢大众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